我是中午才把東西丟上來 然後我是寫現代師的 然後最近都在這個 就我未來不是論文是要做講故事這樣 那我現在發展出一個我覺得這個 兼顧我可以寫論文 然後又預備我接下來15年後 我就變成老人的這個解脫之道 就是把一群長輩找出來一起說故事 這群長輩可以陪伴自己也可以陪伴別人 那我們一起來講故事這樣 那這件事情的做法就是 我們會先有一個說故事的聚會 然後把故事收集下來之後 會改寫成一個比較好看的版本 然後接下來就是大家會 文留講這些新的故事 最後就會變成說故事達人 然後這些人呢 理想狀況以後就會變成 無論在網路上還是在那個小咖啡館 說故事給別人聽這樣 那本來在家裡也說故事給自己的小孩聽 都沒有人要聽 所以就是到別的地方講給別人聽 別人就會很新鮮這樣 然後它就是一個長期的歷程 那這個歷程 理想上它可以帶來一個好的成效 就是說把這些 像我可能15年後 我覺得我家境還可以不在社福團體的名單裡面 只是小孩都不理我這樣 然後我就孤單一個人住在家裡 然後社福團體我是他們的黑樹這樣 那把我這些人拉出來講故事 慢慢的我就會認識其他的老人 然後我們就可以彼此相伴這樣 那為什麼覺得要把社群的話 就是很多很多實體的東西 做都太慢了 都很高的成本 那就開一個彼此都可以分享的社群 把自己說的故事丟上來 然後大家可以分享 那這樣就很方便 保管閉 謝謝